2023高雄世界诗歌节 今年以诗与世界的距离为主题复办 市长陈其迈亲自出席 向珍贵海医师等诗人致敬 今年高雄诗歌节 共有12国22名诗人 台湾41名老中青世代诗人 共有63名诗人受邀参与 这个是我们2023年高雄城市书展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 就是延续我们在2005年的 高雄世界诗歌节在区别了 将近有17年的时间再重新举办 那有来自22个不同国家的诗人 以及我们在地的台湾的41个诗人 共同用这个精粹的文字 来描写他们对于社会跟人生的一个观察 那这些都是属于每一个城市 或者是国家无形的文化资产 所以我们会安排在高雄不同的文艺空间 独立书店等等不同的这个领域 让他们能够领略到我们高雄 这个多元包容的文化 陈其迈表示诗人文学家 是台湾重要的无形资产 他们是伟大城市的象征 在福尔摩沙这块土地上 创作出优秀美好的文学作品 诗歌小说涌流人心 也让全世界看见 那也希望说能够这个固定的时间 能够有更多的这个借由诗歌 能够跟世界连结 能够让他们了解到说 台湾作为一个多元族群 对于这个文化的重视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 以后能够固定的期间 都能够来举办这个国际 或者是世界诗歌节 能够让更多的诗人 能够齐聚到高雄 高雄诗歌节是今年城市书展 核心活动之一 串联高雄在地超过20家独立书店 学校 民间艺文空间 以诗与世界的距离为题 发表创作 记者李正道 高雄报导